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 好看、好吃、还简单的家常菜 菜脯蒸鱼 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 在福建和潮汕地区 它通常被称为菜脯 我今天准备的是一条红鲦鱼 在去除鱼鳞和清除内脏以后 大概是540克左右 我直接让鱼档的老板 帮我把它们这样子开了边 生姜切片或者切丝都可以 小葱的葱白部分把它们切断 然后和姜丝一起平铺在盘底 接着就放上鱼 然后在正反两面都淋上少许的料酒 并且撒一点点的细盐 这里撒的盐的分量不用太多 只是稍微给它一点点底味 后面会再进行调味的 鱼不需要特地提前腌制 撒了盐以后就这样先放置在一边 然后去处理其他的食材 等会再倒回来蒸就等于腌制好了 如果天气热的话要记得放在冰箱 刚刚切下来的葱绿部分 把它们切成细细长长的葱丝 具体的切葱丝的方法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 可以查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 3-4半的大蒜头把它们剁成蒜蓉 准备一些红辣椒 喜欢吃辣并且能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 而且可以使用朝天椒 如果家里有小孩不是特别能吃辣 可以像我一样选用这种大格的红辣椒 并且去除辣椒籽 或者就干脆不放 这里是100克的甜菜谱 对菜谱分为咸的跟甜的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是甜的菜谱 然后把它们冲洗干净沥干水分 先不放油把它们倒入锅中 用中火把表面的水分炒干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油用中小火 把菜谱炒至表面金黄 透过屏幕你们也会看到 有些菜谱它会跳起来 所以一定要不停的翻炒 接着再加入两大勺的食用油 然后把刚刚切好的蒜蓉跟辣椒圈 一起加进来 继续中小火不停的翻炒 一直炒到蒜蓉也变成金黄色 其实餐厅里的菜谱呢 基本上都是用炸的 不过家庭做法为了省油也为了更健康 所以我们就用炒的 这个时候的菜谱不仅被炒的非常香 而且还脆脆的 口感非常好 蒸锅内的水烧开以后 就放入鱼大火蒸8分钟 鱼在蒸的时候 我们调一个酱汁 把屏幕上方所打出的所有调味料混合拌匀 然后煮开 我们的酱汁就准备好了 不需要煮很长时间 一旦煮滚立刻离火 鱼蒸好了以后 先把盘里的汤汁倒掉 趁热淋上少许的麻油 再倒上刚刚我们准备好的酱汁 当然还有刚刚炒的金黄香脆的菜谱 最后摆上葱丝点缀 一道色 香味 聚全的菜谱蒸鱼 就可以上桌了 是不是真的非常简单 鱼肉鲜甜 菜谱香脆 混搭在一起 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你吃腻了汁油蒸鱼 那么非常推荐你试一试 这道有滋有味的菜谱蒸鱼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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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